于天,李亚平二女儿于怨起,在2022年8月定时于台北荣总,如此大的打击让于天夫妇深陷痛苦深渊,谈到女儿依然会以泪洗面。 近日适逢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57周年校庆,该校董事长林世宗与于天是多年好友,原定于天今日会出席活动,却临时喊卡,林世宗也向媒体透露于天的近况。 乐观表示对方身体仍相当硬朗,就是酒量差一点。 林世宗说,于怨起的病逝让于天难以走出,到现在都很自责,明明有人脉、资源,却就不了女儿,想到就会哭,她相当爱护女儿,付出很多,也很自责,没办法让女儿健康康复。 幸运地势,于天现在有一对外孙子女可以玩,女婿也很孝顺,儿子于祥犬有了未婚妻,一切都在慢慢好转中,之前亚平姐生日,我们也有送上祝福,相信他们会渐渐走出来的。 并笑说,于大哥还可以再活个七八千天,没有问题了。 于天近日宣布放弃选区域立委,配合政策权力支持以登记初选的前新北市议员李昆成。 林世宗认为,于天是台湾所有人民的精神支柱,大家都很喜欢他,积极鼓励他朝不分区立委的目标前进。 大家都很期待,于大哥一辈子都带给大家温暖。 五月中旬后,台北海大在原山花博有活动,或是各式选举造势,于大哥一定会付出,给大家看到他最好的一面。 而日前李亚平意外现身TVBS来吧,营业中二星之沙龙,原来他本来就是该发廊的顾客,不晓得正在录像。 意外与谢金燕久别重逢,互相打气,真情流露的画面令人为之动容。 谢金燕感动表示,希望阿姨保重身体,我们都要好好的。 当天的偶遇是老天爷给彼此的礼物,能抱抱阿姨让我感到很温暖。 于天1947年出生在台湾新竹市,在家里面排行老大,是台湾著名的歌手。 在他17岁的时候,参加了新竹台声电台和电塔唱片联合举办的歌唱比赛。 因为成绩优异,从而跨入歌坛,开始崭露头角,之后从历数合众唱片,转而加入了历歌唱片。 1978年9月13日,于天与妻子李亚平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两人婚后生活十分和谐美满,结婚后的他依旧活跃在歌坛,后来更是以一曲荣书下成名。 他也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了资历和不少的人缘。 之后,家里也陆续添了新人,大女儿于小平,二女儿于怨起和儿子于祥全陆续降生,一家五口也算是和和美美。 本来他的生活从这来看是在正常不过的一名台湾艺人的平凡生活。 可是作为台湾演艺圈里面的老大哥,于天一直坚定地支持民进党,所以逐渐也有了要从政的想法,并付诸了行动。 2007年,于天来到了当地的事务所,申请改名,将本名改为于天。 除了唱歌之外,于天还开始主持综艺节目,并且经常为演艺界红白喜事担当主持人。 2008年1月12日,于天依靠之前积攒下来的人脉,顺利当选台湾民进党立委。 他也确实就此从歌唱界转进政治圈。 其实,一开始对于他要从政的想法并没有得到妻子李亚平的支持,可是后来却一反常态,不仅鼓励支持他,还身体力行地为他提供助力。 在于天代表民进党当选立委之后,李亚平更是带着三个子女,第一时间就印好了立委特别助理的名片。 李亚平笑说,言而要有信,于天向选民承诺一人当选,全家服务。 既然于天曾经承诺选民,那家人都会投入服务地方,看上去一切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 可是他私下里烦心的事情却一件也不少,不论是当选前还是当选后,他的子女可都没少让他操心。 早在2005年,于祥全参加节目时挑战歌唱比赛,可是当时因为走音、妄辞而被评审包小博严厉批评,更直接质疑他的艺人身份。 之后,他就一度传出疑似患忧郁症及恐慌症等精神疾病,出现各种异常行为,严重影响了自主生活能力,他也自此在台湾名声大噪。 而面对儿子的突然精神崩溃,此等情况也让于天夫妇为了儿子病情担心不已。 在那之后,于祥全的新闻几乎就没有断过。 同时,除了这个唯一的儿子不让人省心之外,于天另外的两个女儿也是接连传出负面消息。 二女儿于愿起也传出和整形医师男友分手的消息,主因指向男方劈腿, 让原本就很疼爱无缘二女婿的于天,破口大骂男人风流,但不要下流。 至于大女儿于小平,1999年进演艺圈,在2007年拿下澳门麻将大赛季军,她的恋情也没比妹妹好到哪去。 2008年就传出和小他八岁的中美混血男模交往,且相恋不到三个月,两人就在节目上和公共场合拥吻。 不仅如此,于小平甚至为了小男友退了十个通告,而且吃喝玩乐都是她出钱,被身边有人笑称是在养小白脸。 对此,于小平则讲了一句名言,帅哥总是没钱嘛。 后来又与另一个人看上眼,随后又传出两人感情破裂。 看着家里这负面消息,不断地三姐弟,于天也是头痛不已,儿子各种病痛不断,惹是生非,两个女儿的爱情坎坷不平,着实都让她担心不已。 虽然从于天的情况来看,她大部分的烦恼都是家里那几个不省心的孩子惹出来,但是,另一方面,她也有其他忧虑的事情,在她当上立委,支持民进党之时,她也在不知不觉中赔了家产。 2010年8月2日,民进党立委于天又遇到了事情,但这次不是儿子于祥权惹祸,而是从监察院公布的43位立委的财产申报资料来看,于天夫妇资产状况存在问题。 首先,于天夫妇名下财产并不如外界想象得多,他们两人的名下也没有所谓的汽车或者股票,就连存有的现金也没有达到申报标准。 存款不多,反而还有一大笔的债务。 至于于天名下的债务主要分为两笔,分别是一笔房贷和一笔信用贷款,总金额达到了1319万余元,私下还有三笔民间借贷,约有750万元。 其中有一个问题,那就是在于天的名下没有什么资产,例如房子、土地之类。 但是在他妻子李亚平的名下,却不仅有着两笔台中市北屯区的土地。 还有一间位于印度的度假别墅,还是在2006年2月以500万元的价买入的。 而且这间别墅,于天表明款项并没有缴清,只缴过一期。 他之前是准备将这座别墅退掉的,可认识的朋友愿意先帮他留着,所以别墅就一直在那儿,钱也没有结清。 一直都是在李亚平的名下,就连别墅最后到底有没有盖好,于天他自己也搞不清楚。 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于天一家人虽然全部都住在台北市北投区,可是他们一家人的名下却并没有对应的北投房产信息。 于天后来表明,他们住在北投的那间房子早已经过合法买卖,将房子的所有全灯记在了弟媳妇的名下,是完全合法的。 虽然于天夫妇并没有很多的房产车产,但是他们名下的珠宝、古董与保险总价额却不低,达到了1156万元。 2012年,又到了四年一次立委选举的时候,可是这次的于天却与名额失之交臂,就此落选。 此时的于天已经65岁了,可是债台高筑又遭遇落选的他,也不得不开始为钱财发愁,开始想各种办法赚钱。 而于天如今的情况,除了自家公司停业,收入减少的原因之外,最主要的还是他担任立委石花的钱比较多,入不敷出所导致的。 他曾透露自己,从政当上立委,从2008年到2012年,四年来共负债2000多万。 其实大家都以为立委薪水高赚钱,但其实过去为民服务,一些红、白铁、出席活动都需要钱,我一个月薪水大概16万,但我的薪水拿去请助理还不够,自己每个月还要倒贴20、30万。 选战失利后,于天看着家里面资金严重短缺的境况,就想要重新回到演艺界赚钱,以此来缓解经济压力。 可是他的年纪也已经很大了,也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,而且他家里的成员也失业了,很多的压力都堆在了他这一个60多岁的人身上。 对于回到演艺界,对于家人,于天说,反正我表演,他们可以来当来宾,行事不拘,都可以再讨论,意坚扛起养家责任。 祝愿于天事业顺利,也希望他和他的家人们在今后的日子里健康幸福,过好每一天。